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习到清净 平等 绝 这一段 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重点去落实的教诲 也是全经修学的下手处 清净 平等 前面学习过了 接下来是觉 这个字通常是用来解释佛的 有人问什么是佛 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解释 佛是觉悟 顺便澄清一下 佛不是神 如果神觉悟了 也可以叫佛 但是佛 我们不能理解为是神 这一点要澄清 说明 尤其是刚刚接触佛法的朋友 要为他说明 要不然很多人会误会 佛法是迷信 佛法是宗教 佛是神明 这样一来就障碍他 进一步去了解佛法 他会认为 这样的东西我不需要 所以我们要为初学的朋友 解释清楚 佛法不是迷信 佛不是神 那佛是什么呢 佛是觉悟的人 既然是人 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觉悟了 也同样称之为佛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重点说一下 什么叫觉 标准在哪里 否则每个人都说 那我也觉了 你叫我佛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再简单分析一下 就像我们平常听到 很多朋友都会自我介绍 我这个人很善良 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啊 亏待我这个善良 亏待我这个善良 尤其是人落魄 落魄的时候 不容易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牢骚 而真正的善良 而真正的善人呢 是不会抱怨的 这一点 我们要认识清楚 为什么不会抱怨呢 因为他心善 他的心 是纯善的 他没有抱怨的想法 你说抱怨就不善了吗 不是绝对不善 在真正的善良的行为习惯中 他不愿意去抱怨 因为抱怨 会让自己变得不善 会让自己不好受 这是一个最低的善良的标准 如果拿这个标准来对照一下 我们平常自以为的善良 事实上是一厢情愿的标准 我只是抱怨没有伤害人呢 伤害了 伤害了自己 抱怨别人 首先伤害自己 同时呢 也伤害了别人 我们一句抱怨的话 一个抱怨的念头 一种抱怨的行为 是不是把彼此之间的关系 给恶化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 这个伤害就叫不善 所以 同兄们 先记住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标准 真正善良的人 是不愿意去抱怨人的 这样的善人 有 但少 在生活中 我们能看到 他真的是一门心思 为别人好 别人冤枉他 他也不会计较 别人误会他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他并不会因为 他并不会因为 别人不理解 误会冤枉 而改变自己的善良习惯 真善良 我们呢 存心善 是有条件的 例如 我对你好 你得对我好 你要不对我好 我就跟你没完 我要把对你那个好 要回来 要不然 我们就觉得亏本了 这就不叫善了 这是一种情感交易 所以 我们以善为例 来理解 什么叫觉悟 同样道理 也不是我们 一厢情愿地认为 我觉悟了 我明白了 我不迷惑 不是这样标准的 佛法里面 所讲的觉悟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 自觉 自我觉悟 第二个呢 觉他 第三个 觉醒 远满 先把这三个层次 概念 说出来 然后 回过头来 说一说 什么叫 自觉 我们常讲 大家要自觉一点啊 不要插队啊 进来要自觉一点啊 手机不要响哦 这叫自觉 什么意思呢 没有人会强制要求大家 自觉一点 从这个地方 我们获得一点启发 所谓觉悟 就是认识到 这个事情是我的本分 不需要人勉强 佛法里面为我们说明 这个自觉的标准 是什么呢 一个人 忽然认识到 所有的痛苦 都是自己造成的 所有的烦恼 全是自己创造的 我不应该再这样 去折磨自己 我不能够再这样 继续烦恼下去 我得把那个痛苦的根 给扒掉 不需要别人勉强啊 就像一个人生病了 这病是自己的 医生建议你看病 治疗做手术 那不是医生的事情 医生是好心 这么确 你非要认为 这医生是为了赚我的钱 他要开肠破肚 可能会要我的命 那没关系 你好好病着 病得安心一些 没人愿意去干扰 我们的烦恼 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而我们 面对这些烦恼 痛苦的时候 从来没有认识到 这是应该自己去解决的 觉悟不到这一点 总认为呀 这些烦恼是别人给我的 这些痛苦 是别人强加给我的 认识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会不停地抱怨 不停地回避 不停地找人来代替 也在不停地去分享这些烦恼和痛苦 这叫自迷 迷他 再加个迷惑 透顶 相比这三种觉悟 我们多数凡夫的生活 就是这样 这叫轮回 轮回是什么呢 就是恶性循环 这个循环 是我们一手创造的 如果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就叫自觉 进而能够把这个烦恼痛苦的根源 彻底地转过来 这个觉悟派上用场了 不仅仅认识到 而且能够体会到 做到 达到这个境界的人 在佛法里面 就称之为 阿罗汉 周围 到寺庙里面 常常看到 有罗汉的树像 比如大殿里面有十八罗汉 很多人问 罗汉是什么人 只知道罗汉很厉害 不知道罗汉有什么本事 其实 罗汉的本事 就是自己 把烦恼的根源 给转过来 转烦恼 为菩提 这样说比较专业 通俗一点讲 转痛苦 为快乐 正德阿罗汉 带国的人 永远不会痛苦 你就是拿刀来杀他 他都没有痛苦的感受 这奇怪呢 怎么会这样呢 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总认为 遭遇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这是一种错 遭遇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遭遇本身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使我们对待遭遇的心态 会给我们造成痛苦 一个人骂我们几句 我们认为 是委屈了 然后就有痛苦的想法产生 过一会儿别人跟我们道歉 对不起 骂你一句 给你一百万 你数一下骂了几句 你会很后悔 你应该多骂几句骂 怎么才骂这么少 你说这个骂 它本身 会给我们造成痛苦吗 不会 生活中的遭遇也是如此 遭遇本身 事实上 不过是一个幻想 我们对遭遇的态度 决定我们的感受 所以 这些正德阿罗汉国的圣者们 在生活中遇到 我们认为 极其离谱的这些待遇 他都能够 若无其事地面对 我们很难理解 原因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 去改变过 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一时以来 都是用一种痛苦的方式 去接受外面的讯息 迷而不觉 所以有人问学佛 学觉悟 觉悟有什么好处啊 觉悟的好处就是 当下快乐 本来这个事情 一般人遭遇是痛苦的 觉悟的人 他可以转苦为乐 所以佛法 教我们转命运 最快的 转命运的方法 就是转心灵 转变我们 对现实遭遇的 看法 真正 觉悟到这一点 对于生活中的 所有遭遇 不再抱怨 用刚才善良的标准 去落实 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用个比喻来说明 就像一个人做噩梦 梦中遇到 很多恐怖的事情 害怕吧 有没做过噩梦啊 回想一下 梦中很恐怖 有毒蛇猛兽 有冤家在住 穷追猛大 忽然吓醒了 一身猛汗出来了 哎呀 醒了之后拍拍胸脯啊 还好还好 是个梦啊 不再怕 为什么不再怕呢 醒了 醒了就不怕了 如果还是继续做梦 就会有恐惧感 噩梦如此 美梦也是同样的 哇 做梦 梦到什么呢 中了头甲 好几个亿 高兴得不得了 把所有人都请来分钱 自己想要什么 有什么 抱着黄金 在睡觉 睡在睡在 醒了 哎呀 好遗憾啊 是个梦 醒来之后才知道 空欢喜一场 那还会不会再去计较 再去执着呢 不会来 知道 那好的也是一场梦 不过是黄凉一梦 这叫觉悟 什么意思呢 认识到 人生的所有遭遇 不过是一场梦 我们现在常常听说人生如梦 但是我们缺乏对这个梦境的认识 我们并不以为这真的是梦 因为我们还在梦中 这就是刚才说的 很多人说 我不糊涂啊 我觉悟啊 真正觉悟了 最起码的觉悟 对于人生的所有遭遇 认识到 这是一场梦 因此 得到了 他不会极大欢喜 失去了 他不会过度悲伤 所谓得而不喜 失而不忧 梦啊 梦里面 有人来 有人来 为难你 不过一场梦 他想怎么为难 就让他为难嘛 梦里面 有人来对你好 好的不得了 没关系 配合一下嘛 反正是一场梦 这就是所谓的 随缘自在 周围 简单回顾一下 放一下电影啊 回顾一下 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简单回顾 脑子里面 过一下电影 想一想 二十年前的事情 是不是 像一场梦 二十年之后 再回过来 看今天 是不是 这场梦的连续剧 没准 我们还有二十年 可以做梦 也没准 这个梦 很快 就做到头了 人生如梦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也算 是一种觉悟 但还不彻底 刚才说的 阿罗汉的觉悟 是认识到 自我的虚妄性 专业的说法 叫破 我执 阿罗汉 破 我执 什么意思呢 我们认为有个我 有我所有的一切 这不过是一场梦 这是一种梦幻般的错觉 根本就没有一个实体的我 但是我们死活不相信 没有我这个是谁啊 百年之后你再问问这个话 这个谁 这个谁都不是 但现在打死我们也不相信 这个就是我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不仅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你们的也有可能是我的 我也想尽办法 站为己有 为此 我们 起了很多烦恼 造了很多恶意 产生很多痛苦 这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是自己一手精心策划的 跟任何人都没有一丝毫关系 阿罗汉认识到这个真相 果断的 把这个我的执着 给粉碎了 所以粉碎啊 作为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这个东西 这个粉碎就像电脑里面 我们清理垃圾一样 那电脑垃圾真有吗 文件放到垃圾桶清理掉了 有吗 真有吗 不过是个过程 它本来就没有 因为众缘合合而虚妄产生 现在认识到 它本来就不需要 本来就是多余的 让它回归 本来没有 就这个我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 是因为我们的错觉 而构建了这样一个我的体系 认为有我 有我所有的一切 阿罗汉 粉碎自我之后 得自在 也叫泄脱 不算大泄脱 小泄脱 所以佛法里面 阿罗汉 所得到的成就 就是半个泄脱 刚刚尝到 佛法成就的最初喜悦 这个喜悦 就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 大家假设一下吧 作为这么多年 为什么是烦恼 为什么是痛苦 为什么是犹豫 为什么是不安 人也好 事情也好 遭遇也好 全部加到一起 假设有那么一天 我们这些所有的烦都不需要了 那该有多自在啊 不可思议啊 想都不敢想啊 有很多人说 不行啊 我要离开这些 我就不知道怎么活了 我们就是依赖这些烦恼过痛苦的生活 假如有一天 教我们要打破这一切 让我们的心 得泄脱自在 我们不放心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学佛朋友啊 在犹豫的事情啊 不放心 我不知道粉碎了这些观念 接下来的我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变成神经病 会不会变成傻瓜 我们习惯用自己的烦恼经验去推敲 纵然学习佛法了 对佛法所说的这个事情 不敢完全相信 不容易啊 这才是一个小小的真相 再想一下金刚经上佛所说的 那个更广义的真相 世尊说的没错啊 如果有人听到这部经 讲的这些真相 不经不顾不畏 当知世人甚为极有 这个人不多见啊 这个人觉悟了 他认识到烦恼的虚妄性 认识到 自己之前的所有经验 实际上 都是虚妄而合成的 所谓的痛苦 不过是我们 一手造成的错觉而已 所以 证得阿罗汉果的自觉的圣旨 他不再有痛苦的感受 在佛门 有一句话 来赞叹 自觉的修行人 叫所作以败 什么事情 他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没事情了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叫没完没了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忙 比国家总理还忙 实际上呢 我们在忙什么呢 就为自己算算账吧 一年到头在忙什么 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加减乘除算一算 等于 等于多少呢 等于一箩筐的烦恼 除此之外 我们并不会有其他的收获 那我有钱啊 睁大眼睛 仔细看 那钱上印着谁的名字 看紧了 别让他跑掉 当心你睡着了 钱就找他主人去了 那我是他主人呢 你不是 他不认你这个主人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钱的顾客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钱的观众 钱高兴 就给我们多看几场表演 他一不高兴 随时从我们生活中 抽身而去 也不要惊讶 很正常的 本来这些 就不归我们所有 但是我们 执着地认为 我非要把这些 占为己有 痛苦的产生 就理所当然了 所以 佛法的学习 并不是让我们 得到更多 而是让我们认识自己 本来这些多余的 不需要的 从中解脱出来 包括这个我 自我的概念 也同样 有那么一点多余 今天谁在生气呀 我在生气 谁在郁闷呢 我在郁闷 谁不高兴呢 又是我不高兴 谁跟人吵架呢 还是我 就是因为 有这么个我 佛法没有传到中国之前 老子 说过类似的话 无之所以 有大患者 为 无有身 简称 无有大患 为无有身 老子 老子说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忧患 什么忧患呢 有个我 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我 执着的概念 若无无身 我符合患 我还有什么忧患呢 我还有什么忧患呢 那我都没有了 那我之前说的那个我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这就是我们不习惯 我们不敢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愿意放弃那个我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觉 实际上是对幼儿院小朋友讲的 根本连这个自觉的水平都达不到 真正的自觉 是敢于去剖析 这个自我的真实性 直面认识自我 它在哪里 它是真的吗 所以禅宗修行人 有这个勇气 因为我们参禅 善知识就直接了当 一把抓住 问他 你是谁 你给我说不出来 去参 参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不是让你去查百科全书啊 不是去查汉语词典 那个我解释出来啊 是让我们去找一下 谁在主宰我们 我们现在用的 这个心念 这个思想 这张嘴巴 这眼睛 这耳朵 到底是谁在操作 人家说是神经 是心脏 现在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去推翻 这些观点 先天地而有 后天地而存在 身体没有之前 它就有了 身体烧了之后 它还存在 到底 哪个是我 当年的达摩祖师 跪为王子 就是被这个问题 给吸引 放弃王位 出家学道 这才是最真实的大问题 连我都弄不清楚 我们这辈子 真叫这一生猛死 这就一点 不夸张了 现在 我们把标准 稍微降低一点点 我们好 有个下手处 对我们当前来讲 这个自觉 怎么去学习呢 先回过头来 反观自我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可以尝试着 在生活中去用 比较实用 譬如 我们因为某个人 某件事生气了 这个时候回过来问 找一下 谁在生气 这还要找吗 就是我嘛 是我的眼睛 鼻子 耳朵 心脏 还是大脑呢 你去找一下 到底是哪个地方 在生气 它有没有一个 具体的实体 我全身都在生气 再仔细 向内去找一下 是谁按了这个按钮 让自己这个 全身都在生气 仔细去观察 专心一点 这个不是哲学问题 这是生活中 很实用的经验 向内深入去观察 你会发现 根本没有一个 能生气的东西 那怎么会有生气 这回事呢 这叫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是谁在生气 借用了我们这个身体 它是一种错误的感觉 如果大家不容易理解 把达摩祖师 问会可禅师的那句话 拿来参考一下 就很好懂了 这会可禅师啊 向达摩大师请法 请的什么法呢 我心不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 种种遭遇 让我心安不下来 有烦恼 有忧虑 有苦闷 有种种 心烦意乱的想法 求大师 为我安心 大师 不愧是大师 哎呀 我们今天有人来问师傅 我已经很烦 怎么样怎么样 师傅要跟你讲一大堆道理 举很多方法 然后再一些建议 让你去试着用 人家不是这样的 怎么样啊 你说心不安 好啊 把那个不安的心拿来 给我拿来 我去修理修理 下次大家来问 我很烦 家里面怎样怎样 我也说 把那些东西拿来 拿来我去送去4S店 维修一下 就这些感受啊 你给我拿出来 具体拿出来 主是这么一问 慧可禅师 当下回过来 就是刚才教大家的 去找啊 找那些不安的东西 情绪烦恼 往下去找 仔细 专注去找 这一专注 忽然发现 根本没有那个不安 所以才说 密心 了不可得 找那颗不安的心 找不到 问题解决了 主事马上就说 一如安心境 先给你安好了 小问题 修理好了 慧可禅师 言下大悟 我们讲开悟了 悟到的什么呢 悟到没有不安这回事 就这么简单 诸位听明白了 也是一样的 没有痛苦这回事 没有烦恼这回事 为什么没有 别问为什么 就根本没有 本来没有的东西 你还要去研究个为什么 这叫迷上加迷 本来很简单 但是众生 却希望复杂 事实上 佛法一点都不复杂 直指人心 教我们当下觉悟 如果能够平心静气 接纳这种建议 我们当下不说得大自在 小自在 是可以得到那么一点点的 半个泄脱没有 零点一个泄脱是可以的 至少我们不会为现前生活中的某些遭遇 而把自我给封闭起来 而把自我逼上绝路 这是我们当前可以去尝试的自觉 再简单一点总结 这个自觉啊 不要为难自己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想开一点 这就是所谓 看破方向 就像一个人 如梦出行 梦里明明有六序 绝后空空无大千 空空无大千 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而是知道是梦 不再计较 有时候啊 我们晚上做梦 会做这样的梦 梦着梦着忽然认识到 我在做梦 没有双重梦啊 梦中做梦 梦里面又做梦 梦里面觉得 哦 我这个梦醒了 实际上呢 还在第一筹梦里面 但是对那个第二筹梦 就不再计较了 一旦认识到 人生如梦 那你就可以 尽情的去做了 今天晚上 就可以做个好梦 梦中出现什么 你都可以得自在 我说的好梦 并不是说 晚上就发大财的好梦啊 我说好梦 你知道是梦了 你可以尽情表演 就像演戏一样 正面反面人物 谁一挑 反正都是演戏啊 演正面 你就好好的表演 正面形象 演反面 你就把反面人物 表现得淋漓尽致 都会发假的 这是真正 这是真正 练习 他会烦恼 原因就是 我们尚未真的觉悟 我们在学习觉悟 所谓学佛 就是不断的 去向于觉悟 觉悟是光明的 觉悟是广阔的 觉悟是自在的 哪有一个觉悟的人 一天苦兮兮的 愁眉苦脸 你说我再找觉悟 找不到 操了操了 不是我们在找觉悟 觉悟在找我们啊 觉悟在哪里 觉悟包围着我们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就是闭着眼睛 说我要找光明 光明在哪里啊 走遍天涯海角 没有光明 别人说呢 你别找了 眼睛睁开吧 眼睛睁开 全世界都是光明 光明何曾离开过啊 觉悟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觉悟 是一种明朗的状态 所以学习佛法 诸位同修 从这个地方 去了解 我们学佛 不是选道场 也不是选法门那么简单 但认识清楚 学佛是学觉悟 任何地方 都没有让我们不觉悟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眼睛闭着 却怪这个地方没光明 那就太冤枉了 你眼睛睁开 这里的光明 跟比方的光明 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 真正觉悟的人 他生活在光明之中 他会把生活的一切遭遇 都像游戏一般 却自在地面对 所谓游戏神通 讲的就是觉悟的生活 在这个基础上 愿意跟更多众生 分享觉悟的喜悦 引导更多人 过觉悟的生活 这叫自觉而后 觉他 这是菩萨的生活 菩萨是什么样的人呢 咱们得说清楚 菩萨是人 是觉悟的人 尚未究竟圆满 但肯定自我觉悟 同时呢 很欢喜 跟大家分享这一种觉悟 这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你想啊 我一个人快乐 大家都很苦闷 这气氛也不大好 那怎么办呢 我得想办法 让大家都快乐 于是呢 菩萨就用种种善巧方便 逗大家开心 让大家忘记烦恼 永远都忘记 还有烦恼这回事 这就叫绝他 我们不需要 往复杂的方面去理解 就这么简单 但如果要讲理论 可以讲很多体系 但是在生活当中 菩萨的所作所为 他就是这么简单 有人说了 菩萨不是大慈大悲吗 没错 这就叫大慈大悲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悲合起来 叫拔苦与乐 什么意思呢 能够让大家 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这不很简单吗 什么叫慈悲啊 能让大家 能让大家 转烦恼 为快乐 这就是菩萨的慈悲 多简单啊 不要以为 菩萨的慈悲 是掉着眼泪 感同身受 跟大家一样 苦得不得了 这叫大慈大悲 现在很多人这么理解 什么叫慈悲啊 看到人受苦 就不忍心 就掉眼泪 哭得比人家还要苦 这才叫慈悲 否则就不叫慈悲 这肯定没当过菩萨 怕菩萨的生活描述的那么悲惨 如果这样子过生活 菩萨还能过得久吗 还能那么年轻吗 还能那么自在吗 比我们还要苦 因为我们苦就一个人啊 菩萨是看到人就要苦 那不是比我们苦很多倍吗 菩萨偶尔会视线 这样一种悲天悲人的形象 但是 他的生活 绝对是自在 菩萨的慈悲 就表现在引导大家 共同 转苦为乐 所以我们今天 是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什么意思呢 发菩提心 就是主动 自觉 积极的这样去做 行菩萨道呢 就是在生活当中 把自己 所得到的喜悦 跟一切有缘人分享 这就叫度众生 度众生 不是挖条河 架个桥 开艘船 来来上船上船 度众生 度众生 就是引领众生 超越烦恼 度就是超越的意思 这是绝他 所以大家来这里 我们大家 共同聚会 学习佛法 干什么呢 自觉 绝他 我们在学习 这个事情 这是真正 在学习佛法 劝有缘的朋友来 或者我们回去 跟他分享 学佛的喜悦 这就是菩萨行为 菩萨就做这个事情 专业 永远不失业 不退休 越做越欢喜 你想一想啊 身边欢喜的人 多了嘛 所以大欢喜 这位学佛的朋友 从现在开始 要记住了 我们来学佛 首先要学会 忘记烦恼 让自己心得解脱 方法很简单 现在就开心的笑 回家之后 见到人就开心 装也要装个样子 他会问你 去干什么了 你就不告诉他 就开心 就这么简单 你越不告诉他 他越着急 看你那么开心 一定有好事 就不告诉你 你想知道 明天跟我来吧 你要跟他说 我去听经了 我去学佛了 去听和尚 讲佛 那你自己去玩吧 他对这个不感兴趣的 很多人一听到 要听经 要学佛 要读经 马上就想到 一群老太婆 穿了 清衣色的衣服 拍成对 一个一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古板的印象 马上就出来了 尤其是年轻朋友 一看 这个等我退休之后 再考虑吧 所以我们对于佛法 在现实生活中的理解和运用 才是我们当下 学佛的主要功课 大家来 听闻佛法 就是分享这一种喜悦 我们学的不是文字 有不少朋友认为 学读听经 学佛经 就是记一些名词 术语 然后理解里面的解释 这就叫学佛了 这学的不是佛 这学的是汉语词典 顶多是佛学词典 佛法不在文字之中 文字是用来解释佛法的 这一开始就要弄清楚 如果认为佛法是在这经本文字当中 这一辈子就变成老秀才 教书先生 顶多我们记得很多佛学名像 也可能会记得一些逻辑 但我们在生活中不会用啊 佛法是宝 是如意宝 宝是有价值的 是可以用的 没用的宝丢了算了 你天天还要守着他 还要为他提心吊胆 不是多此一句吗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 要认识到佛法是宝 要会用 真的是宝 学了之后 马上就有用 什么用呢 能解决生活中最大的问题 烦恼痛苦的问题 还有朋友说 可不可以解决赚钱的问题 小菜一叠啊 赚钱算什么问题啊 你没听很多人讲 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客观的说 赚钱在佛法中 真的是最简单的问题 怎么赚呢 你只要把钱种到地里就行啊 这叫种福田 先听懂了 种到哪块地里 清田是没这块地的 温西也没有 这块地在哪里呀 这块地就是心地 心田 用心去种 先把我们现有的财富 用心去分配 想想我们心中 哪些人最重要 在我们生命中 哪些人最重要 把这些财富 往那边去使用 父母 长辈 恩人 是我们生命中 最贵重的人 如果我们懂得 往这一方面去使用 我们的财富 将会在以后 源源不断 滚滚而来 钱不是赚的 怎么来的呢 滚来的嘞 滚滚而来呀 有很多人不相信 我赚来的 你赚来的时候 是福报现前的时候 你不信 落魄 倒霉的时候 你天大的本事 一分钱都赚不到 当人福报现前的时候 他会忘乎所以 认为无所不能 实际上 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福报现前而已 你再过若干年看看他 福报 响尽了 打折了 他的能力并没有减少 能力可能增加了 越活经验越丰富吗 那为什么很多亿万富翁 累积了那么多经验 提升了很 很好的能力 最后还会走下坡路呢 是能力的问题吗 不是 他能力可能更大 但是福报更小了 这才是根本原因 所以佛法里面 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财富的根源 叫种福田 先学会 合理去投资 不准啊 这方法最简单 最审视 舍得欢喜 得得自在 小事情就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关注一下 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烦恼的问题 要命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这个是不论贫富贵贱 大家平等 这真叫平等 有钱不会没烦恼 所以先把烦恼问题解决 这是最实用的觉悟 自觉 觉他 与一切众生 达到究竟圆满的觉悟 这就是佛 尽 成佛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觉悟达到究竟圆满 而且 引导众生 过圆满觉悟生活的 这一种悦历 永远不会停止 所以成佛并不是说 没事情做了 很多人认为 成佛是怎么回事 成佛就死了 再不然就是供到殿堂里面 或者到西天去了 佛是活生生的人 成佛就是用最圆满 最彻底的方法 引领一切众生 过最快乐的生活 这是觉 我们简单 从这三个层面去认知 合起来 平等觉 这是一切诸佛的通称 一切诸佛都正得圆满觉悟 这个觉悟是平等的 所以一切诸佛也都叫平等觉 这是如来之正觉 全称无上正等正觉 简称也可以叫平等觉 没有差别 所以这一点 是个常识概念 学佛的同修要认识到 成佛了 没有大佛小佛 没有档次高的佛 档次低的佛 没这回事 有很多朋友来到寺院就问 你们这寺院哪尊佛最厉害呀 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在这个社会上 被种种差别下 给训练习惯 佛是觉悟 圆满觉悟 平等 这是平等觉的第一个概念 后面还有几个内涵 我们留待下一堂课 再进一步去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